若瑟拉辛格 追寻天主面容的人 他是谁呢 什么动力在催动他 他领导教会会走向哪里呢 他经常自问天主对我有什么期望 从教授到牧者 他的思想高入云霄 处事却脚踏实地 他捍卫信仰 也是全球教友的慈父 教宗本土十六世 对教会有全盘计划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保留传统还是改革呢 改革即将进行 但会来得很缓慢 教宗本土十六世的领导 他对真理的追求 他的训导 以及他的远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瑟 若瑟拉辛格以感恩计开始每一天 自尽多起 他便养成这个习惯 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如今当了教宗 习惯如稀 人也依旧不变 认识了他很久的人 都形容他是个对是非黑白很清楚 并且充满勇气的人 他看着自己站在天主跟前 他自问 天主对我有什么期望 我一直敬佩他的勇气 勇气来自以为充满良知 经常追求真理的人 他一旦找到真理 便会旦夕信守 若瑟拉辛格担任主教时 选了真理的伙伴作为他的格言 现在作为教宗 他继续为真理而努力 教宗本土十六世 首要价值是前进 是他对耶稣的爱 对基督的一片担心 然而 他也是专业的演说家 作家 教授 还是一位德国神学家 他不会费时于社交联谊 因为他了解自己 一线神教会 他是教会的圣师 他的讲道 同意 以及神学著述 都十分重要 拉辛格作为一位学者 认识他的人 看着他出任教宗 所表现出来的风范 一点也不惊讶 拉辛格当选教宗后不久 一位跟我认识已久 在跨宗教交谈时认识的圣公会主教 他说 教宗跟拉辛格书记 看来有很大分别 我回答说 或许你不大了解他 也许人们不了解 他在梵蒂冈的任务 拉辛格非常谦虚 甚至略带害羞 却十分谦虚 有次遇上他 是在教宗选举前 他说的话令我害怕 他说 那方面我不太明白 你可以帮帮我吗 事实上 他学识远教我丰富 难道人们不察觉他谦谦君子 唇厚好学 什么意念催动教宗 他凭什么深知灼见催动他人 他所著述的信仰书籍 接近九十本 全球读者超过百万 教宗本读十六世 写过很多书籍 进行过许多讲道演说 若我们专心细阅他每篇文章 便不难明白 圣父对教会的愿望 他出任教宗后 依然继续写作 虽然管理教会 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 但他找到方法继续写作 圣父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每年夏天 罗马的工作稍微放慢脚步 教宗本读就会带着书去度假 很高兴你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 希望你可以好好休息 他用了两个暑假 完成了一部新作 他在多年前已经开始撰写 一部以耶稣为题的个人反省 新作那扎类的耶稣 不但议论基督教训 同时让人透视教宗本读 他热切的人生目标 就是认识基督 他把身为神学家的个人经验 与教会分享 正正是传递喜讯的好方法 叫官方文件接触更多读者 教宗一生追求的 不外是基督的友谊 以及透过圣经来认识基督 同时以罪天主教的做法 以严谨治学之道 去结合祈祷及反思 借此柔和信仰和理性 本度十六是强调真实的耶稣 耶稣的真我 那是历史无法单独解释的 如果你把自己局限于文本上的历史分析 分析固然重要 但只讲出天主的容貌 如果欲取得天主完整的面容 包括眼睛 情绪 皮肤 说话 手 动作 那么便需要沿途福音 从信仰 宗教 神秘的观点出发 与耶稣相遇 只有这样 才可以见到真实的耶稣 教宗不如早期教会的神学家 钻研圣经 他们对圣经的灵性诠释 跟教会生活紧密相连 众多教父中 本度十六是偏爱圣奥斯定 他是位伟大的皈依者 生于四世纪末的北非 我想前往帕维亚 赞仰圣奥斯定的圣读 向这位伟大圣者 表达教会的敬意 表达我个人的挚爱及感恩 身为神学家及牧者 他深深影响着我 甚至可以说 他对我的为人及夺职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认为 教宗本度十六是 找到奥斯定神修的各种不同元素 关于天主圣言的爱的元素 有需要者的元素 正如先知们说 全神贯注阅读天主圣言 探索天主显示的真善美 奥斯定恒长的那样做 教宗本度十六是 则透过著作及讲道 一次又一次实践 他的为人 身为牧者 主教及神学家 他在奥斯定身上 找到个人经验的回想 教宗的博士论文 就是研究这位生于四世纪的圣人 以及他的神学观点 此后 教宗从圣奥斯定毕生追求真理的热情 诚实和知识上的谦逊 得到了启发 只有活在天主爱内的人 才可以指引及与人同行 追随基督 我师承圣奥斯定 又升为罗马主教 愿意郑重重复这句话 而身为基督徒 我心怀喜悦 与你一起迎接他 星期天的罗马 数以千计的游客和罗马城的人 一起赶赴每周一次的约会 教宗本堵十六世主持的三中经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 当教宗讲话时 大家都肃静聆听 正如教宗不断学习 他也不断地教会信众 这位教宗从一开始便毫不掩饰让人知道 他认同属今日灵修与道德的重要课题 他都要跟教内教外人士讲授 在这个他和群众聚会的周三 他做了简短的讲学 从描述十二位宗徒到圣宝路系列 他讲话简洁清晰 谈及重要论点时也不用读稿 来自各阶层人士都能体验他的讲授 传统是一条有生命力的河 把我们跟源头连结起来 河的源头永远存在 伟大的河引领我们到永生彼岸 教宗甚至能和小朋友沟通 他有令人难忘的手法去解释高深的课题 我正准备出领圣体 教理班的导师说 耶稣临在圣体中 怎样临在呢 我看不见他 不 我们看不见他 然而有许多东西我们也看不见 可是他们确实存在 而且必须存在 例如我们看不见理性 但是我们行事讲理由 我们看不见智慧 但拥有它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灵魂 但它确实存在 而我们看到心灵的烙印 心灵令我们说话 思考 及做出决定 又例如我们看不到电流 却知道它存在 因为电流 让这支麦克风 及电灯正常运作 因此 虽然我们看不见维持生命 及世界的最深层的事物 仍可以看得见 即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力 电力就是最好证明 我们看不见电力 却看见灯光 就像教宗本堵十六世 亲自接触各阶层的人士 他的写作同样触及每个人 不只是局限于信徒 他的首到通誉 名为天主是爱 以爱和被爱 这个大多数人的经验 作为起步点 基此通誉 我希望展示爱在不同层面的概念 今天 每当用上了爱这个字 通常跟基督徒所讲的人爱相距甚远 我希望展示爱是个单一动力 拥有不同空间 感官的爱是男女间的爱的恩赐 它与爱来自同一根源 来自创造者的良善 当一男一女真心相爱 他们不再追求个人幸福快乐 而追求彼此的幸福快乐 感官的爱变成了真爱 这种爱将感官的爱转化成更纯 更深层的人爱 由个人家庭推广至社会大家庭 教会大家庭以及全球大家庭 教宗也检视教会内爱德工作的实际层面 他鼓励许多从事社会公义的教友 将耶稣基督放在首位 并把工作从祈祷生活中伸展出来 教宗本篤十六世所写的天主是爱通欲 对名爱来说是一份极大的礼物 仿如我们的基本食粮 讲出我们是谁 对我们的身份来说 绝对是必须要的 我们每位职员 特别是技工 他们需要知道自己走进一个处境 他们的信仰 团结 与怜悯 教宗称为心灵的培育 这一切都建基于服务有需要的人 如果天主是爱 说明了基督徒回应人类对爱的渴求 他的第二份通欲 在希望中得救 就提出了另外两个问题 生命的目的何在 人是如何肯定天堂的承诺 对于每个人把希望都放在财富美貌名望的事件 教宗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天主的爱 教宗明确地指出 天堂就是和天主的爱的结合 他说 希望和天主结合 绝不能被政治的乌托邦取代 也不能跟俗世的成功混为一谈 目前我们相信进步发展 相信科技 并在世上建造天堂 所以教宗在希望中得救 通欲以及其他通欲所做的 就是要纠正这个目标 他重申教会对末世论的教导 天堂将永不能建立于此事 因为天国最终是天主的恩赐 令人与天主结合 是人性的最后归宿 基督徒固然奉命为天主现世的国度努力 却要谨记 人的最后归宿是在天堂和主结合 教宗指出 我们如何把希望放在事物上 把心灵投自那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锻炼自己 经常渴望在天堂看见天主 这想法异乎常人想象 超乎今世见闻 无论如何 我们不可短视 不能只认同现世看得见的事物 例如发展进步 新医疗法 修身健美成事等 教宗的通语其过人之处 在于他敢于挑战在教会以外寻求真理的学者 他不怕引述尼采或阿杜安 并指出现代哲学中的真理 他深信 真信仰永远不被理性下道 教宗关注许多人 视天主教义为一套禁忌 他开始以新颖的手法去解释基督信仰的基本元素 他强调 基督喜训的首要是喜乐 喜乐源于活在和基督有爱的关系中 基于接受他的教导 身为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 教宗是希望和喜乐的使者 然而大多数责任重大 面对惊涛骇浪 必须领导教会安迪彼岸 他的亲密战友曾经说 他适事认真 我跟教宗不时会面 一起吃晚饭 他为人友善 充满幽默感 然而 每次谈论教会那事故 你会感觉到 他深受到困扰 教宗本堵十六世说 要跟随圣伯多禄的足迹 等于要学习忍耐和谦逊 有时我们希望天主强势 教宗的角色和伯多禄宗徒一样 在转化中增强教友的信德 数年前 我担任教廷住印尼大使 我前往一些偏远小岛 当地的穷人 他们简朴的信德令我非常惊讶 他们尊敬教宗圣父 向他寻求指引和力量 我肯定 现任教宗仍记挂着他们的幸福 本堵十六世给自己的唯一规条 就是上主对西满伯多禄所说 坚固你的弟兄 教宗论事时 时刻记着这话 十二宗徒标志着 耶稣对教会之存在和目标最清楚不过的符号 基督与教会彼此一致 尽管教会由人组成 人可以犯种种过失 耶稣基督和教会依然分不开 因此数年前流行一句话 耶稣好 教会不好 这完全违背了耶稣的原意 六零年代是教会的重大改革期 当时的教宗怀着忍耐和谦逊 面对范迪刚第二届大公会议 今天依然在世的教会领袖 要推本堵十六世最清楚那段日子 当年这位年轻的神学家 担任科隆总主教的资深顾问 年仅三十出头的若瑟拉辛格 参与起草范二大公会议文件 然而真正的工作在会议结束之后才展开 既要终于过去 又要推行改革 对教宗本堵十六世来说 这工作有待完成 他要确保真正的教会改革 而非断断续续续的革新 他要求持续具生命力的改革 勿求触动人心灵智慧 把人带回基督跟前 改革之余 改革之余不能和传统断练 这就是礼仪中最容易看到的挣扎 本堵十六世认为 礼仪是活生生的传统 诞生于过去 成长于过去 今天的礼仪必须引证过去活生生的存在 本堵十六世正尝试把今天的祈祷形式 与基督徒沿用了多世纪的形式重新接轨 自防二计 两种传承断练了 人们甚至认为传统中某些祈祷生活遭到禁止 例如 禁止使用拉丁文 禁止使用某类音乐 禁止某些巨星弥撒的形式 例如 神父或歌勇团应站在那 期间出现了分裂 因此 教宗本堵十六世尝试修补 在祈祷方法上令古今显介 其中有一个强调跟传统接轨的方法 就是取缔对旧式弥撒的禁止 所谓范尔前脱利腾式弥撒 教宗本堵十六世在2007年颁布了首谊 放宽了有关限制 教宗圣父在其颁布的首谊指出 昔日被视为神圣的 我们认同今日依然神圣 今日许多年轻人正发掘及欣赏古事弥撒 视之为灵修生活的重要食粮 这现象意义重大 另外 教宗偶尔穿着旧式技衣 也显示跟传统衔接 他当然不再复古 新模式弥撒依然是标准 他自己主持弥撒时 显示感恩祭的首要元素是崇敬 圣尤弥撒 又名穿上基督 其实每天举行感恩祭 我们每次穿上祭皮 正重演这一幕 这不只是一种外表动作 应该每次令我们更新 临席后 我们不再是昔日的我 至于圣智圣事 也提醒我们要不断更新 礼义是对天主的庄严崇拜 是我们以基督相遇 活生生天主的临在 他特别临在于圣体圣事中 临在祭台上受祝圣的圣体中 正如教宗圣父已多次解释 教会所有部门 特别是举行弥撒圣祭的思夺 必须清楚明白 礼仪至高无上的 天上的卓越的层面 每位基督徒去体验礼仪的美丽及神秘 借着有关体验加强信仰 这十分重要 对教宗来说 礼仪是教会生活的核心 教宗明白 教会的一切事物体现于礼仪 礼仪令我们成为教友 同时向世人表达我们基督信徒的身份 教宗明白 必须重建崇然天主教的标记 礼仪是他的整合大计的部分 这类计划触及生活每一角落 向大战后 欧洲与美国合作重振西欧 触及商业 民生 教育 工业各方面 教宗的整合大计也一样 而礼仪正好就是触及天主教生活各层面 所以说教宗构思的是一个整合计划 而教会和礼仪是计划的关键所在 优秀礼仪的关键在于把基督放在中心 教宗在通谕和穆罕都曾经解释过 他也举例教导我们有关的礼仪改革 是循序渐进提出的 现在 教宗圣父带我们回到根源 去明白礼仪的重要 他完成了其中一项改革 就是将祭台上的十字架放到和以往不同的地方 现在十字架被摆放到主祭和会中之间 例如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 他将十字枯架放在显眼的正中位置 让我们可以面向十字架 对教宗本堵十六师来说 以基督为中心的说法 不只是礼仪的核心思想 也是基督徒合一的关键所在 教宗是德国人 马丁路德也是 德国可谓是基督宗教分裂的源头 身为神学家的他 自免要毕生为合一而努力 早于他未成为教宗以前 他已展开合一对话 数星期前 一位路德会神学家 及一位美国神学家告诉我 在历代教宗当中 他是第一位在未就任时 便已活跃于合一运动上 这对合一来说相当重要 新教徒尤慎欣赏 教宗投入大公主义的智慧 而他对礼仪的触觉和前进 令东正教人士由衷敬佩 纵然没有感情包袱 本堵十六师也一样喜欢东正教 传统上 他们有很多共同价值观 教宗的苦行僧形象 取悦不少东正教徒 他们也喜欢教宗是灵修神学家 事实上 未当教宗前 他已说过无数次 可以做什么 才能跟东正教合一这类话 他对这事显然关注已久 2006年 神安德勒宗徒节 教宗访问了军事坦丁保宗主教 为基督徒合一踏出了一大步 自然也得到了东正教会十分称许 教宗也极为重视跟其他宗教的关系 我喜欢这类人 他们会告知你 我们是这样 他们是那样 其他人则企图混淆视听 让自己轻易达到目的 本堵十六师认为 除了爱和尊重 真理是所有对话的基础 事实上 有必要坦诚地区分各宗教的特征 因为勉强地认同彼此间的共同点 只让事情流于表面 我们的对话必须真诚 切记掩饰或低估彼此的不同 正因为我们有深厚的信德 即使有分歧 我们也能互相尊重和爱护 他拥有伟大学者和智者的品格 对学术研究了如指掌 甚至比任何人更加了解犹太文化 犹太传统 以及犹太宗教的重要 这也使他非常尊重犹太人 对俗世政府 他一样坚持真理 范迪刚一直寻求跟中国恢复邦交 希望天主教徒能拥有完全宗教自由 并终于罗马教廷 教宗在以封至中国天主教徒的穆罕中 表示对进展的期望 同时也准确地列出目前的问题 以及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 教宗对于天主教的原则非常清晰 有人可能认为十分强硬 我们相信可能引来不友善的回响 事实上政府的回应十分温和 十分令人鼓舞 也许正正因为教宗说明这并非他个人的主观意见 这纯粹是教条 由耶稣基督以至宗徒 直至今天 而且被整个教会认同 所以对中国教会而言 可能有一个新开始 教宗甚至尝试和沙地阿拉伯对话 这是中东最后一个依然禁止教会活动 禁止基督徒崇拜的国家 教宗的言论很快见效了 历史上第一位沙地国王访问了教宗 即使是真理 教宗也认同不能强加在其他人身上 真理和自由是相互相成的 宗教信仰绝不能诉诸武力 那么我们又如何分辨真理呢 对教宗来说 单靠信仰并不足够 信仰也需要有理性 否则会变成不合理即沦为迷信 然而理性又不足以认识真理 只有信仰融合理性 才能令人认识天主和真理 战时的德国恐惧暴力及破坏 在集权统治政权下成长 年轻的拉辛格早已知道 没有真理只会导向非人生活 他体会纳粹德国活生生的力政 没有天主的社会 跟没有人性尊严的社会同样恐怖 拉辛格的年代 年轻人均被征召入伍 17岁的他 数最后一批被派上战场的青年 很幸运 他并没有战死沙场 我相信 这也造就了他的人格和世界观 今时今日 我们分析教宗的言词 很清楚发现 虽然欧洲盛行对生命绝望 或是消灭生命意义的想法 教宗却极力针对这类消极思想 今天 意义危机变得难以捉摸 教宗一针见血的指出 是相对主义作祟 他说的所谓相对主义 是态度问题 认为凡事不能定论 没有客观标准 一切不外乎个人观点和主观欲望 相对主义 戴上自由面具 把人仇尽在个人自我当中 相对主义是教宗常用的关键词 失去真理等同失去意义 另一个关键词是自我摧毁 后者源于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 都指向极端自我满足 人的一切价值以自我为中心 人际关系只谈功利 最后把自己孤立 可能基于早年经历 教宗很早就了解这类迷失 他很希望可以在这课题上做点事 在大学里 他用纳粹主义 及马克思主义 来理解这现象 教宗相信 欧洲人的问题 其核心在于 把信仰和理性分得家 他的关注更跨越欧洲 远及美国 教宗深切了解第一世界 他的动静力导引人们思考 并同时评价现代社会 包括欧洲和美国 这些都属高度俗化的社会 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 经常足以蒙蔽大众利益 这类型文化缺乏共同道德标准 偏向十分相对的伦理观 教宗认为 美国在现代世界中 具有独特的文化地位 他遇上欧洲面对的问题 却成功避过其他难关 不像欧洲人 美国人依然会上教堂 我认为教宗有些想法 跟美洲国家相似 对于宗教与政治之关系 他们已经发展了崭新 及独特的看法 美洲人的宗教意识很普遍 同时也很俗化 不过与部分当代欧洲相比 他们的宗教意识更易触摸 我相信教宗很欣赏这特色 而且有意发展 西方文化越来越倚重 人类进步 同时取缔天主 教宗认为 欧洲不只是在衰退 简直处于悬崖边缘 当天若瑟拉辛格选用了本堵为名 当然有特别含义 教宗选择以本堵为名 因为圣本堵是欧洲主堡 他希望在圣本堵护营下 基督文化得以在欧洲保存 随着圣本堵创立的修会逐渐发展 他将基督信仰传遍欧洲大陆 因此圣本堵直接影响欧洲统一 他同时向世人证实 基督信仰才是欧洲文化及文明的根源 教宗相信自然律直根于人心 而文化直根于自然律 世上每个国家都应该 建基于这一个共通信念 这样国民才能兴盛 要捍卫人类自由和尊严 必须令大家重新重视自然律 不同宗教可借此建立大同 有关人性的真理 正是面对相对主义 极端俗世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最佳答案 必须认同人性尊严 并以此为共同基础 我们才能克服文化差异 并磨合各种意识形态间的矛盾 教宗本堵十六世强烈谴责 以主之名的暴力行为 教宗重回德国雷根斯堡大学 以信仰和理性为题演说 他引述一位中世纪君王和波斯学者的对话 讨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君王延斥伊斯兰信仰是崇尚暴力的 教宗刻意不引用君王的话 却强调信仰应该受制于理性 反对暴力皈依的关键性言论在这里 反对理性的行为显然违背天主的本性 然而按穆斯林殉岛 上主绝对超越一切 他不受制于任何人性范畴 包括理性 下一个公开场合 教宗澄清他无意认同那位君王的辩证 我的原意颇有不同 由曼努埃尔二世的正面言论说起 还有他漂亮的辞令 都在说明必须有理性引导信仰 我想解释 这并非关乎宗教与暴力 而是关乎宗教与理性如何融合 教宗认为不同文化间进行对话 其先决条件在于信仰和理性 两者都有讨论的余地 他劝欲要避免两极化 理性排斥宗教以及宗教排斥理性 雷根斯宝演说之后不太久 教宗如期访问了土耳其 他的首个穆斯林目的地 当地气氛紧张 示威处处 他的人生安全备受关注 教宗到访之处都有严密的保安措施 每次会面都有新的挑战 包括他跟土耳其 穆斯林宗教事务部长的会面 伊斯兰恐惧症令人相信 伊斯兰鼓吹暴力 又说伊斯兰教靠力前传道 这些指控深深触怒了每一位穆斯林 最好的方法是令基督徒 也是位教授 热切希望教宗伊斯坦堡之行 能重建桥梁 修补雷根斯堡的裂痕 外的开始 有时会有好的收场 所谓赛翁师马 胭脂非福 双方释出善意 于是在没有安排下 一起造访蓝色清真寺 大木夫提亲自导游 高潮迭起 两教的领袖一起莫讨 教宗和大木夫提一起祈祷的图像 震撼了全球 没过多久 穆斯林学者对雷根斯堡的演说 做出了学术性的回应 让两教的学者 展开真诚对话的新一夜 宗座科研学院 坐落在梵迪冈花园里 学院在1603年兴建 是世界最古老的科研中心 今天 学院包括78位各国的精英科学家 部分是诺贝尔得奖人 专家在不同科学议题上 向教宗建议 同时提供最新的科研资讯 教宗本人一直不相信 科学和信仰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 一般人误以为 教会会阻碍科学发展 教宗驳斥其中的妙物 他认为必须要彼此尊重 教宗指出 一旦科学变成目标 无限制地主导自己 危机才会出现 不道德的科研相继而来 科学不再服务人 而是在利用人 教宗在通语在希望中得救中解释 目前人类已把希望投放在发展进步 而非人类本身 这令人被利用 被摧毁 同时令人类的文明走向中解 若要科学造福人类 人类智慧必须先洞悉 何谓真正的幸福 科学只给予工具 让我们管理世界 并未教导我们 根本不可能教导我们期盼 按人性期盼 于是我们要学习智慧 以便应用科研结果 勿求服务人类 这些都是很现代的观点 现代科学早已失去信心 因为要面对波帕的革命性认知论 要面对广岛圆报 我们知道科学可为人类带来幸福 亦能带来灾难 为善亦作恶 人类可因科学而导致灭亡 因此单靠实践科学并不足够 目前科学正被引进市场 操控社会力量及主导研究 此刻我们更需要智慧 让科学与人类真正的生活接轨 以上是本渡十六世的讯息 对环保也是这样 从本渡十六世晋升教宗之时 他不断地致力倡导环境保育 他相信敬畏天主的心和智慧 将引领我们为环保负责 引发自他的启蒙老师 圣奥斯定的观点 教宗将欧洲和西方问题 归咎于灵性可睡症上 作为基督徒 任务便是运用基督的爱来唤醒他们 环顾四周 绝大部分人不满于其生活 他们看电视 阅读杂志 他们认定自己只是被大众传媒操控的原型 像行尸走肉 没有悲伤 没有痛楚 也没有必要忠诚到底 世事来也空空 只要感觉良好可以 于是不用维系婚姻 不如热衷于好莱坞明星 网上影片 虚拟世界 你分裂了 你的现实生活十分苦闷 开始幻想活在另一世界 于是跟现实世界脱轨 教宗对真理的强调 并不只是理论 他建议必须重返现实 那里有生命的意义 有爱 有希望 有真正的人 有家庭 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认为 教宗教导的重点 在于耶稣基督 天主子 他是神 亦是人 他把人类带回真实生活 这不是死后的永生 却是始于此刻 拥有无数可能的热情生命 有迹象显示 教宗的讯息开始广传 人们开始在谈论一些基础课题 这类课题曾经长期被禁 往往被认为太偏激 根据在罗马的德国记者表示 教宗的家乡虽然由俗世思想主导 却也已经开始谈论教宗的殉道 现在我可以谈论一些 过往从未触及的课题 从前我跑文化版 现在做政治版 我报道他的通誉 我写感恩记 我写礼仪 我什么都可以写 所以拉辛格掀起的革命 并非一般人期望的革命 本都十六世十分谨慎 循序渐进 可以说他事事小心思考议程 然后按部就班前进 有时难免令人失望 尤其是对记者 因为记者一直期待拉辛格革命 革命来了 毕竟还是慢了一点 自从本都当了教宗 的确有了变动 记得他仍是若瑟拉辛格书记时 他经常肯定地说 不能鲁莽行事 以往我们曾鲁莽地改革 令天主教徒困难重重 改革固然需要 必须温和地进行 要忍耐 要慢 要用一个词 形容教宗的领导 我会选择智慧 以他的年龄资历 看他如何表达 如何回应政治事件 他的确是智者 当之无愧 若瑟拉辛格书记当选教会 首目之日 对不少天主教徒来说 自然既有心 可是并非人人都着迷地欢迎他 若瑟拉辛格给传媒的印象 是顽固的教条监护人 固执冷酷古板又严厉 这个印象源于他在范迪冈 任职信理部部长 他必须为教会抗辩异端邪说 这个角色令人容易 把他刻画成为严厉的纪律主任 有时 人们刻意把若望保禄二世 跟拉辛格比较 说前者是好牧者 后者则是德国牧羊人 装甲且易怒的一位书记 这绝不是事实 他十分敬重教会政务人员 我深信而且知道 他一直在欲成若望保禄二世的心愿 传媒一直认为他捍卫教条 这个神话早已经不攻自破 教宗开始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喜欢他出现在露台那一刻 全世界的镜头注视着他 没有简洁没有模仿 他显示简朴和微笑 把全世界迷住了 身为书记 他认为将来的教会应该更小更纯真 可是当了教宗 他吸引了更多更大批的信众 他们远道而来聆听教宗的讯事 活像当了父亲 教宗需要接纳所有人 大公的天主教不拒绝任何人 同时他有话要说 人们开始习惯 他有话要说 我们要聆听他说话 2005年4月2号黄昏 12亿天主教徒痛失地上的牧者 世界失去了伟大的若望保禄 教宗一直透过写作跟我联系 我听到他看着他说话 所以我能跟他保持对话 这密切关系并没有受制于词汇及文本 因为在文本背后我听到他 一个已回到父家的人 因此他并未离我而去 做教宗沃伊蒂瓦的接棒人是非一事 人们发现很多方面简直不可能 本都十六世已证明 若望保罗二世之后 教会依旧有生命力 很多人曾怀疑教会如何走下去 谁能继承他的遗志 本都以另一姿态出现 让人们看到与别不同的教宗 也许减少了激情主动的议程中 我们看到等同的冲击 若瑟·拉辛格知道他并不孤单 他窒息坊间的故事与异己无关 他的任务是指向他代表的那一位 他进夺之初 在巴佛利亚天主教的村庄 当然是一圣事 人们到户外举行弥撒 乐队在演奏 人们向他喝彩 他那时已不断提醒自己 诺瑟 这一切都不为你 是为你代表的那一位 物语地瓦 无疑是伟人 拉辛格也是 可是我们真正要跟随的 只有耶稣基督 不止在他的教会 还有他的临在 耶稣临在于不同教宗 不同人群 我认为 他是上主赐于今日教会 最好的礼物 我们必须珍惜 并协助他的工作 我们必须珍惜 这次是 就是 好 我认为 不妙 那是 我认为 可以 这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